手中出来 手中出来 持枪对抗 市民营救 爆炸品截获 楼林举机 这些镜头并非香港警匪片中的场景 而是日前香港几率部队组织的一场 跨部门反恐演习上的一幕 11月19号 由香港几率部队组成的跨部门反恐专责组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 举行代号虎肃的反恐演习 记者现场了解到 该场演习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模拟两名激进团伙 在西九龙高铁站入侵香港时 先后被检查并带走 其中一人的行李被搜出爆炸品残余物 画上标识的香港国际机场地图 显示其策划袭击的意图 第二部分的演习在室外进行 专责组派出飞行服务队 协助警方成功追捷一辆可疑车辆 拘捕车上一名疑犯 此后特区政府化验所化验室到场 搜集车上的生物证据 该团伙另外两名成员决定在西九龙站外发动袭击 其中一人向人群开枪 被反恐特勤队员制服 另一人则混入人群发动袭击 最后 警员 消防员及救护人员 身着生化防护服到场救治伤者 并将伤者带进涉于安全地带的暖区帐篷进行消毒 再按伤势严重程度安排送院 当天的活动上 香港跨部门反恐专则组高级警司梁伟基 在见记者时表示 近年来 恐怖分子较多选择在一些重要交通设施 和基建设施附近实施恐怖活动 危害市民生命及财产安全 破坏社会稳定 这也是将此次演习 选址于西九龙高铁站的主要原因 我们也考虑到其实这里是一个重要的公共云术设施 本身也是一个关口 从一些我们过往的一些风险评估显示 其实这些我刚刚也有说过 一些重要的交通设施 或者一些重要基础设施 其实往往都是一些极端分子恐怖分子 他们会施集的前座目标 其实碰巧现在这个高铁站 其实大致一般的乘客营运暂时暂停了 所以我们也觉得一个好的机会 可以利用这个场地去做一个反恐的演习 梁伟基表示 希望透过此次演习 测试及提升各部门处理射恐情报 和应对不同形式恐怖袭击的应变能力 以及展示各部门在香港反恐工作上 通力合作的重要性 从过去两年多的情况 大家也都留意到 枪械在一些恐怖或极端暴力事件中使用 是一个我们值得关注的地方 其实从19年中到现在 我们已经是起码破了至少有五宗 是涉及到使用真枪的案件 里面使用的枪械 很多时候都是一些外国的大型恐怖袭击之中使用 据悉此次演习总共动员超过300人 旨在强化跨部门反恐专责组 与各部门整合反恐情报 以及应对恐袭事件的应变能力 同时提高公众对反恐工作的认知 目的声师 还有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